這對於科普德主席來說已經造成了非常大的領域受負 所有一個台北市議員竟然用這樣子攀血噴人的方式在節目上面造謠 而且造謠完之後這個政論節目才會配合相關的新聞網紅 再做第二次的總數這對於科普德主席來說領域受負 所以呢我們再呼籲周小平先生出來道歉他獻棋 看起來呢還是持續認為說這件事情對外來說沒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呢還是要來提出我們的刑事制作 那為什麼要提出刑事制作呢 因為在這個案子裡面呢其實我們不太相信培檢會領工處理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周小平先生呢要把相關的事證跟法官來說 謝謝他的藝術 我不知道大家很早發生討論